大家好 周三联准会宣布升息一码 也就是0.25% 与市场预期一致 市场更关注的是联准会主席 Gerone Powell释放的其他讯息 Gerone Powell表示 联准会已不再预期 今年将会有经济衰退 另一方面他也强调 控制通膨有成效 但是要直到2025年 才能加物价上涨的幅度 控制在联准会设定的目标 2%以下 整体来说 Gerone Powell并没有松口 未来的政策变化 比较乐观的分析师 开始想象联准会的升息即将终结 但也有分析师警告 联准会强调 不会有经济衰退 代表联准会认为 有持续升息的空间以及本钱 而周四公布的第二季经济成长率 较第一季年化成长2.4% 优于市场预期 似乎也佐证 联准会认为 今年不会有经济衰退的看法 股票市场一开始上涨 但之后因为有消息指出 日本央行可能会调整利率控制政策 美国的公债市场 首先收到波及 接着延烧到股票市场 标普500自高点下跌了1.5% 同时也终结了 道琼工业指数连续13天的上涨 打破了自1987年以来的 连续上涨记录 直到周五盘前公布的 个人消费支出物价上涨的幅度 创下两年多以来的新低 显示通货膨胀受到控制 股债市场才恢复上涨 整体来说本周并没有明显的坏消息 而且股市短暂的下跌 并没有跌破目前的上升趋势 所以无需特别恐慌 但是我们有以下几点 要提醒观众朋友 首先通膨受到控制 联准会不应该升息 不代表联准会不会升息 其次经济成长代表不会有经济衰退 这个说法是没有历史依据的 自1970年以来的六次经济衰退 每次经济衰退开始的季度 经济成长率都超过2% 像2007年第四季 经济成长率是2.2% 但当年12月就发生了经济衰退 另外在1989 2000年以及2007年 都有有人预期经济将会软着陆 其中不乏联邦储备银行自己做的研究 最后一个不是严解的分析 但是一个有趣的资料跟大家分享 我们刚才提到 稻穷工业指数打破了 自1987年以来最长的连续上涨记录 而在1987年 稻穷工业指数最高曾经上涨44% 但之后黑色星期一 当日稻穷工业指数下跌了23% 最后当年度仅以上涨2%作收 以上是我们本周的节目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